喂!又是我天命 早安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第二單也有很大機會 是今天最後一單的天命新聞報道 的新聞是說什麼呢? 其實是想和大家探討一下 中國的獻身問題 以及這個獻身問題 背後引申的其他含意 首先說一下 其實大家經常都 我們不贊同的 但都聽過一個Terms叫支爆 支爆其實是什麼呢? 近十幾年一直都聽到 簡單的意思就是 中國的泡沫經濟爆破 這樣解釋的 一些必有用心的人 就覺得這個支爆 就是希望中國 在這個 泡沫經濟爆破之後 又或者經濟崩盤之後 就重複日本 泡沫經濟爆破之後的一決不振 從而在香港的政治上 獲得相應的優勢或者利益 為什麼梅拉加要說這件事呢 就是如果大家 有留意中國的經濟狀況 特別是 中國在武漢肺炎之後 真是維持了很久的清零 和封城的政策 中國是以一個極速的速度 是向下沉緊的 特別在經濟方面 直到他最近正式結束了 所謂的全域政態管理和 居委會的自主封城之後 經濟好像又變得更好 工業的生產又變得更多 但在這個時候 又再一次傳出 不同的地方 有超過一年的獻身問題 甚至早前有一些 投了貢的台灣藝人 被揭發 原來他已經被獻身三年 仍然養不到他的人工回來 接著問題 第一就是 清零封城 這麼嚴重 最後爆了白紙革命出來 那為什麼 醫廟中可以有這麼多 可能醫生 又或者其他的公務員 巴士司機 還是不同行業的人 都可以欠身 甚至可以長達超過一年時間呢 第一件事跟大家補充一下 真是別人愛國的學術研究 針對不同獨裁政權之下的人民 就發現他們對暴政的容忍能力 或者他們對痛苦的容忍能力 是特別強的 一來政權不停訓練他這方面的能力 二來就是他們對於生活的要求 是很形而下的 很物質的 他們是能夠維持最低的生活需求 其實就已經滿足了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 大家就突然之間明白 為什麼中國突然之間 又要整頓手遊業的呢 因為其實中國的手遊業是非常巨型的 在這個全球的市場來說也是 另外一方面 無論是大家 在大陸的人 特別是年輕人 他專注在玩手遊 而且用了很多資金去課金之後 這一筆錢和他們投入的時間 其實在社會的生產方面 是化作虛空的 大家明白嗎 所以我就突然之間 從中國的欠身問題 他內循環的理論失敗 經濟失速地向下行 然後就明白 為什麼他要限制著這些年輕人 不讓他們去課金 不讓他們去玩手提電話 當然很白癡的 因為其實中國其中一個 最強的文化輸出武器 甚至可以說是認知作戰的武器 抖音 TikTok 本身他的設計和功能 就是想令到人上癮 再令到人變白癡 現在這個惡果 好像就報回中國人民自己身上 我自己當然很不想看到 因為我們都是愛黨愛國的 這些時候 說錯話就可能被捕了 不過也不用擔心 這個新聞報道很少人看 不用怕被捕 竟然變成優點 這件事真的很傻 繼續說 如果他現在整頓手遊 那大家剩下的錢和時間 就可以在時間方面 投入在生產貨 然後在錢方面 投入到GDP裏面 主要是消費的那一部分 去捕好整個國家的經濟 另外一方面 大陸的股票市場 和房地產市場 亦都是有一個奔盤的先兆 不同的政府部門 特別是地方的政府 財政的赤字都很大問題 有機會陷入一個破產的標源 所以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中國有航天科技 接著又可能 這頭又借錢給A國 又或者援助給B國 然後搞這個一帶一路 還是很多不同的項目 去展現我們偉大民族的 這個 糟了 習大大哥是嗎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是的 的時候 其實內憂是嚴重得很交關 不過你問我 我也是堅持這個觀點 因為 經常都說 爛船有三斤釘 好聽一點的說法 就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中國現在哪怕 欠生問題很嚴重 其實都幾悲哀的 因為你想想 在香港可能是三五個月 還是某一些 餐廳食肆 他們的瞬間倒閉 很喜歡搶著糧 然後又搶店費水費 和租金的情況下 突然之間 天外飛先走了去 那麼 香港要欠幾個月糧 然後要他們沒有任何作為 其實是很困難的 但是大陸人 真的對這個 即是中共真的訓練他們 訓練得很好 他們對這個 黑虎內勞 對困境 對痛苦的忍受程度 非常之高 所以 真的有一堆 醫護人員 欠身超過一年 之後才出來詐刑 那麼 也都在這個 中共的 這個 社會主義鐵拳之下 我相信大部分 因為薪酬而詐刑的人 最後他們都會被炸的 不好意思 對了 那麼 關於這個 中國的 協議問題 我有緣再在直播 跟大家講多些 那麼 這裡非常之感謝各位觀眾朋友 看到最後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有這個直播 跟大家分享 香港和國際新聞 以及做這個 不同的政策研究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麼我們下條影片 再和大家見面 那麼我明天盡量早一點點 就出片再研究 這個字幕和分享 希望大家有些什麼 評論意見 看法 建議 又或者有些什麼 topic 想小弟 是 即是叫做做作品 又或者做影片 去跟大家聊一下 講一下 分享一下的話呢 都不妨留言告訴小弟聽 那麼我們下集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